我來台灣已經快四年啦 近期覺得最有趣的事情就是 台灣的選舉 這一開始會讓我關注到台灣大學 就是讓我知道台灣快要選舉了 是因為公投 我就覺得公投到底是什麼 因為在馬來西亞其實公投這件事情 目前為止就我知道是沒有發生過 應該說台灣是一個很民主的國家 就是人民有自由發言的機會 但是在馬來西亞其實沒有 所以公投對我們來說算是蠻新鮮的 一開始我原本以為只要去投 要不要同志會議合法的話就好了 想說公投就是那麼簡單 就是公眾去投票的概念 我原本想到什麼這樣 但是後來上網查資料之後 發現到其實公投它有好幾項的條例 所以覺得如果有投票權的人 就是記得要先去看清楚說 到底公投在投什麼 不是大家一面說要投什麼就投什麼 不要跟風 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另外第二點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就是這裡的大選它會開始發放一些 你知道小禮物 我覺得競選將至的時候 對我而言啦 就是好像不用買衛生紙了 因為大家都會開始努力的發衛生紙 然後我原本以為就是只有衛生紙 但是在我問過我朋友之後才發現 還有很多很妙的東西耶 像我朋友就有拿過什麼垃圾袋啊 然後蒜頭龍眼 還有我覺得最扯的是菜瓜布吧 就是其實說實在也蠻生活化的 但你就覺得好有創意喔 怎麼會想到發這些東西咧 我覺得他們的創意不只有體現在 發放這些小禮物上面 另外就是他們有時候會取一些稱號 比較好記嘛 最吸引我眼球也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有一個人 他的稱號叫做 台灣政壇魏銀羅 嗯 這 就是為什麼會想到這麼貼近時事的名字呢 呃 我是知道演習攻略很紅啦 但是我沒有想到原來政壇上面也可以 就是這麼有趣生動 另外讓我覺得很有創意的就是 我們在收到那些傳單啊 或者是衛生紙上 他們很常會用兩個字 叫搶救 其實我在台灣快四年了 然後台灣對我而言是一個我覺得還蠻好的國家 智安也不錯啊 雖然說當然會有一些天章人或蠻難免 就是基本上每個國家都會有 那 他很愛用搶救 所以有說有這麼可怕嗎 就是台灣已經快不行了 要用搶救這兩個字嗎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困難我知道 但是 大家都開始紛紛喊著要搶救的時候 就是開始在想 這個地方真的 這麼無湯了嗎 據說台灣的 就是要大選的時候會拿到大家 各選區的政見嘛 然後政見就會像一個報紙一樣 那再買一下其實沒有這樣子 就是他們的政見我們不會直接收到 那麼一份統整過來的看 然後啊就是各個政治人物他們提出的政見 有些是蠻有趣的 那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關於什麼台海隧道啊 那台中 在我的帶領之下一定能夠超過台北 這個是我的最大政見 所以台中 台海隧道通台中 台中景氣往天衝 不僅是往上衝還要往天衝 什麼Motel跟摩天術的結合啊 我們把Motel跟摩天術結合起來 你亞洲任何年輕人度命院 不愛你來高雄 上出去一個小時做你愛做的事情 又或者是 嗯 蜂蜜檸檬應該要多加推廣 所有任務為推廣蜂蜜檸養生之法 以讓眾生遠離病棰 這是 大家好有創意喔 然後我個人覺得 最讓我個人震驚的點就是 原來出來參選 還會發單曲耶 嗯 這首歌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也傻眼了 原來幕僚不只是要 會就是幫忙出一些政治上的事 那在這首歌出了之後 嗯 當然 柯市長也不紅多讓啊 他就發了另外一首 也是串紅大家的歌 兩位都發了不同曲風的音樂之後呢 另外一位也是呼聲很高的 就是瓜吉 他也發了一首很有趣的歌 這三首歌都讓我覺得非常的訝異 就是可以以一個這麼有趣的形式來說出自己的證件 也是蠻有效率嗎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可以很快的讓大家知道這件事吧 因為流傳度非常的廣 不只有前面三位創作的音樂讓我覺得很有趣 另外一首非常洗腦我的歌就是這一首 人生短短幾個秋 啊不醉不罷休 在我高中之前其實我都不太會去關注關於馬來西亞本身大選的事情 因為我會覺得政治離我好遙遠喔 就是反正我也沒有投票權 我不需要關心 因為我沒辦法改變這個社會 這是我高中以前的想法 我知道政治很黑暗 我知道政治就是那樣 但其實我們了解的事情都很片面 那在我後來深入跟朋友去探討之後 我就會覺得 嗯 這件事情好可怕喔 但是最可怕的是那些 就是如果你可能有機會可以改變 但是你卻覺得 我就是不行啊 然後就不做了 那其實很多事情就沒辦法改變 馬來西亞之所以這麼多年之後可以政黨輪替 我覺得就是一個團結的體現吧 就是每一個人開始重視自己手上那一票的時候 就會有所改變 大選會規定一定要21歲或幾歲之後才可以投票 就是證明了你已經是一個成年人 你有能力為你投出的這一票所付出責任 所以每個有投票權的人都應該要好好的去審視一下 你自己的選區到底誰才是真正會讓這個環境變得更好的人 而不是選一個明星 不是選一個有趣的人 選一個娛樂性很高的人 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到底他所提出的想法 跟你希望的未來是不是相近的 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 11月24號大家如果有機會要去投票的話 真的之前先做好功課吧 就是好好地了解他們的政見 然後再審視一下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麼樣的未來 做出決定之後 好好地去投票吧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裡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待會見 我們下期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